每天嗡嗡嗡!柯文哲两病都白了!四年前后对比照让人心疼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。 台北市长柯文哲佐,四日到台南出席新书《光荣城市签名会》,虽然台南不是他的主场,但满满的柯粉仍旧挤爆现场。 对于支持者要求拍照。柯阿卜来者不惧。 就有一名蔡姓网友,在脸书放上儿子和柯文哲的合照,巧合的是,柯文哲四年前刚上任北市长时。 就曾和这位小弟弟合照过。 如今四年过去,小弟弟健康长大了,但柯文哲的头发却白了不少,也让不少网友相当心疼。 图网友蔡立选。授权提供。 一名蔡姓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PO出了儿子和柯文哲的合照,巧合的是,柯文哲在四年前也曾报过他的儿子。 只见合成照中,左右两半边的小男童都是同一个人。 右半边的照片中,是四年前刚当上市长的柯文哲,当时到安平,怀中抱住还在吃奶嘴的小弟弟,而左半边的照片则是昨日所拍摄的。 柯文哲抱起可爱的四岁男童,一老一小看相镜头,画面相当温馨。 柯文哲专业的手法,也让蔡姓网友夸赞,柯皮很会抱小孩,而且长相都没变,真厉害。 而照片中,蔡姓网友也以小男童的口吻写下。 2015年柯皮刚当上市长,在安平报过我,我一岁,2018年,柯皮在台南报道我,我已经四岁了。 照片PO出后,这张四年前后的对比图也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,有人就笑说小孩从五毛便卷毛,差异真大,但许多网友就表示。 现在的柯文哲和四年前相比,白头发明显多了不少,两鬓白了许多,纷纷心疼地说,过三年,容颜感觉就老了不少,疲累感。 柯文哲的两边二鬓,对比为当市长前,真的白很多了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卓,四,日到台南出席新书《光荣城市签名会》,虽然台南不是他的主场,但满满的柯粉仍旧挤爆现场。 对于支持者要求拍照。 柯阿布来者不惧。 就有一名蔡姓网网友,在脸书放上儿子和柯文哲的合照,巧合的是,柯文哲四年前刚上任北市长时。 就曾和这位小弟弟和赵过。 如今四年过去,小弟弟健康长大了,但柯文哲的头发却白了不少,也让不少网友相当心疼。 图王友蔡立选。授权提供。 一名蔡姓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PO出了儿子和柯文哲的合照,巧合的是,柯文哲在四年前也曾报过他的儿子。 只见合成照中,左右两半边的小男童都是同一个人。 右半边的照片中,是四年前刚当上市长的柯文哲,当时到安平,怀中抱住还在吃奶嘴的小弟弟,而左半边的照片则是昨日所拍摄的。 柯文哲抱起可爱的四岁男童,一老一小看向镜头,画面相当温馨。 柯文哲专业的手法,也让蔡姓网友夸赞,柯皮很会抱小孩,而且长相都没变,真厉害。 而照片中,蔡姓网友也以小男童的口吻写下。 2015年柯皮刚当上市长,在安平报过我,我一岁,2018年,柯皮在台南报道我,我已经四岁了。 照片PO出后,这张四年前后的对比图也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,有人就笑说小孩从五毛变卷毛,差异真大,但许多网友就表示。 现在的柯文哲和四年前相比,白头发明显多了不少,两鬓白了许多,纷纷心疼地说,过三年,容颜感觉就老了不少,疲累感,柯文哲的两边二鬓,对比为当市长前,真的白很多了。 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卓,四,日到台南出席新书《光荣城市签名会》,虽然台南不是他的主场,但满满的磕粉仍旧挤爆现场。 对于支持者要求拍照。柯阿布来者不惧。 就有一名蔡姓网友,在脸书放上儿子和柯文哲的合照,巧合的是,柯文哲四年前刚上任北市长时。 就曾和这位小弟弟合照过。 如今四年过去,小弟弟健康长大了,但柯文哲的头发却白了不少,也让不少网友相当心疼。 图王友蔡立选。授权提供。 一名蔡姓网友在脸书社团报废公社PO出了儿子和柯文哲的合照,巧合的是,柯文哲在四年前也曾抱过他的儿子。 只见合成照中,左右两半边的小男童都是同一个人。 右半边的照片中,是四年前刚当上市长的柯文哲,当时到安平,怀中抱住还在吃奶嘴的小弟弟。 而左半边的照片则是昨日所拍摄的,柯文哲抱其可爱的四岁男童,一老一小看相镜头,画面相当温馨。 柯文哲专业的手法,也让蔡姓网友夸赞,柯皮很会抱小孩,而且长相都没变,真厉害。 而照片中,蔡姓网友也以小男童的口吻写下。 2015年,柯皮刚当上市长,在安平报过我,我一岁,2018年,柯皮在台南报道我,我已经四岁了。 。 照片PO出后,这张四年前后的对比图也引起网友们的热烈讨论,有人就笑说小孩从五毛便卷毛,差异真大,但许多网友就表示。 。 现在的柯文哲和四年前相比,白头发明显多了不少,两鬓白了许多,纷纷心疼地说,过三年,容颜感觉就老了不少,疲累感。 柯文哲的两边二鬓,对比为当市长前,真的白很多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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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